现在那种汤房 那个就是在香港汤房 你们看过吗 我有个朋友 他就是他大学刚毕业 他找了份工作 然后因为想住得 离那个地方近一点 他住在那个铜锣湾 我一听 我说你住铜锣湾 你刚毕业不错 结果一去一看 就是一间房间 大概我们一般正常人的 一间房间里面隔出四间 ABCD他都写着 而且他那个装修 他里面能把所有的家具 都变成是迷你的 就都转不过身来了 他还有一个洗手间在里面 还可以做饭 我都说这怎么弄 马桶旁边就是灶台 对 就跟监狱下走 基本上进门就上床 而且是 下床就撒尿 对 我这个朋友 他是单身 就是他自己住一间那样 房东一家 说三代还住在另外一间 我说这怎么住啊这个 我就汤房这个词 我刚到香港有误解 我以为是屠宰 我以为是屠宰房 香港有这么多屠宰房 但是你说他为什么叫 左边左当右刀 汤就是切 广东话汤就是切嘛 切开嘛 你一个房间 我把它切成几个房间出来 所以你有这样的联想也正常 对 那就像是切掉人的隐私 切掉人的尊严 人家联合国现在都说了 谴责呀 就香港的这种最恶劣的居住环境啊 二十万人是住在这种 汤房 汤房里面就是说这是侵犯 就是说有伤人权尊严的 你可以看看 这就是香港的汤房吗 这是连租房 这是连租房 你再往下看 这叫龙屋 这个是龙屋 专门拍播电影的 龙屋嘛 叫龙屋嘛 就是你再看下边 这是汤房吗 这个就汤房了 这是一种汤房了 那我现在比这个强点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 这是过这九龙层寨 九龙层寨 当年的九龙层寨 现在已经拆掉了 对 九龙层寨 你这是一个 在游戏里都见到的场景 对 他现在 你知道这个贫民窟啊 现在也成了一种 文艺画的东西 没错 就是日本的很多游戏里边 包括你现在看的很多电影啊 都拿九龙 当年香港的九龙层寨 当成一个模板 就是 哎呦这个地方啊 我真觉得 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它就是当年呢 就等于这个英国警察 就是香港殖民时代 英国警察都不进去 它这一块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呢 它是侯清朝管 它是个非地 对 对 名义上讲大清朝 还要管着它 所以实际上 就是个九反之地 就没有人管 而且里边这个 这个伪章 那就那就没有合章的 人家人家就是 符合清朝的法律 你知道就是 这个里头 他们说很多小孩 就包括甚至说 周星驰他们什么 当年都有这种生活经验 你大白天在里面呢 是开路灯的 是黑夜 就他这个秘密层层的伪剑呢 然后他到处滴的水 但是这个里边自称生态 这个里边有工厂 有医生 还出产产品 有妓女 有这个种种的 这个企业 小的厂家企业 而且还有一种 因为他们只有自助 只有互助 互助组织 里边还有黑道 哎呦 是那么一个 还可以吸毒 还要看拖衣舞 现在拆掉了 早就拆了 你们都没去过吧 但不应该全拆 因为我们当时就认为 这个片地方 有它的文化价值 甚至建筑价值 因为后来很多建筑学者 都在开探 很可惜 都认为它是 西藏最早的后先 你可以保运吗 你可以把人 人搬走一部分 人搬走吗 因为它那个地方 简直是天然的游乐场一样 我跟你讲 你比如说 我上一个一座楼 首先满街巷里面 楼梯里面都是电线 水管 搭来搭去 随便乱搭的 然后跟着你上一个楼 走楼梯 走到十楼 没有电梯 然后忽然之间 这十楼有个 小小的一个管道 那个管道 原来是个天桥 是通到另一座楼的 然后另一座楼 你一向去 居然是十三楼 这边十楼 那边怎么会十三楼 因为大家高崴太不一样 然后你想想看 像个立体的科幻小说 里面那样的城市 穿着像以巢一样 别人的痛苦 成了另一些人的美感 我发现因为徐老师 是一个算账狂 我觉得这个 也没什么成果 海派文化的精明 在你身上有体现 他特别 而且而且真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他们过去 有人跟我讲 说是上海人 有一个特点 后来我在徐老师身上看到 就是说他很可爱 你知道吗 就是他精打细算之后 他觉得他得意 他也 你像北方这个土豪 他爱吹嘘的 就是这东西 多少钱 猜猜 十万 十万 你侮辱我 这一百万 这是是吧 但是你看 徐老师经常跟我聊 说你看 我用的这种墙的涂料 是吧 本来都是几千 五千块钱 你看我在哪呢 我找到了四千块钱的 你看 他觉得 你看 他为自己的 这不是挺正确的吗 对 我就说 这很有意思 就是他 他把账算得特清楚 他很得意 虽然你这个细节 是编出来的 我也没教你 看过涂料 但是他指出了一个 真的很重要 很 怎么来说 很尖锐的问题 的确是这样 上海人 也不单是上海人 你哪怕是 国外很多人 都是这样 就是说他会以 我同样这点钱 买到了一个好的东西 他会来 为这个事情感到骄傲 对 而也不单是北方人 就是中国大陆的 有一些人 就觉得我要 我觉得这个里边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 钱一种 是一个打工的 就是是一个 我如果是一个打工 是一个经理的话 我要怎么显示 我的工作成就呢 就是我们有一千万的投资 但是我们做到了 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对不对 你说的那个北方 你说的那个 显阔的那种 那是老板 老板的最重要的不是金 就是要给你们知道 我派头大 让你摸不准 什么东西我很便宜 来最贵的你知道吧 那是一个老板心理 上海人所以余秋雨说过 是上海人最高的只是打工 没有做老板的心理 但是我再接一句 张爱玲当初说过一句话 她的理想 最有名了 我要比林雨棠还要有名 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 我要周游海外世界 我要在上海有套房子 所以但是到她晚年的时候 台湾的传媒跟她说 你姑姑快去世了 她一辈子最好的 她说你回一次上海吧 所有费用都我们给 张爱玲据说是电话沉没了 好几分钟之后说 这个世界我没去过的地方 太多了 去过的地方我就不去了 始终在上海没有任何的财产 所以文人都是吹 但是徐老师 你既然这么能精打细算 我就是说我请你为 我这个怎么叫精打细算 不是你会算吗 我生活里很多时候 我都问徐老师 我发现他就算的那个 我心里觉得特妥贴 就这钱花的 就是他买一个车嘛 其他也没什么 一点都不会浪费 而且是样样都是好 所以我请你跟现在的年轻人 但与此同时 我自己却是浪费的 买车的事情 所以我说你们文人就生也吹吗 给别人出主意 就像咱们那天说的 就是说年轻人 特别是生活在北上广深乡 再加上香港 你说他们现在的这个矛盾 这个居住吧 租房子 租金也是那么贵 堪堪都觉得要被这个城市 都住不下去 对吧 收入又那么有限 离买一个房子的距离又那么远 那假如是你 他们该怎么选择 是苦巴苦熬 你像你知道香港那种 拍了个前一阵 拍了个纪录片 我就跟你们讲过嘛 说这个人就是说 他一个星期啊 两三天不吃饭 就是喝一碗汤 他到了这个一个程度 但是他的骄傲在于 他说我省下我的钱来 付得起首付 当时就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房子何价 就是说你已经到了一种 联合国认为你有辱 人格尊严的程度 他是这样去打拼 去攒出一套房子 为了结婚 为了什么 还是说像师和远方 是吧 咱就租了 还是就这么 就不打着买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就是你有钱的话 你就去买 但是要是困难的话 你就应该租 而且这里边最大的标准 就是说你 你要让你自己目前的生活 生活到尽可能的好 要不是的话 你买了房子 你把你的青春赔上去了 你把你二十几岁的 这个是最无价的东西 你要二十几岁的 整个生活方式扭曲了 你不应该做的事情 你去做了 这个比房子的代价 真是太大了 千万不能这样做 我完全同意 我觉得今天中国 其实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很多年轻人 牺牲自己日常生活素质 首先我第一 我是学佛的人 我们觉得人生无常 你说我现在这五年 我死熬烂熬 然后熬鞋 首富 我不知道五年后 我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无常的 但不管怎么样 五年后 我有一套房子 我是不是安心的 你不一定活得到五年后 那你这五年 你这五年活得都很累 很痛苦 然后在你快要买起一套房的时候 你绝症了 而且房价的这种生 也不是永久的 特别是 假如你为了这个事情 你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 你都去做 你本人不愿意拍的马屁 你都去拍 你付出的代价 没错 我觉得这是另一个大问题 年轻人 中国年轻人就是被房子绑死之后 就什么事都会不敢做了 不敢想了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即便是买不起 即便是租房子 对吧 租不到自己满意的居住环境 对吧 租的就很窄小 住的很不舒服 但是呢 我的工作在北上广 对我很重要 我如果回到我的家乡 可能整个的这个发展水平啊 我就没法接受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看你多少钱 还有你是什么年纪 这个联合国 你刚刚说这个规定 它是说 如果你拿你三分之一的 你的收入 来不管租还是买 就是你还房贷啊 主要是你三分之一是合理的 超住三分之一 要吃康宴菜 喝汤了 那个确实是扭曲的 那还有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年纪的问题 真的 就是说 你像我如果现在 我没孩子的话 我也能想象是何远方 我就随便搬 我觉得确实你有时候租的房子 能去一个地点 是你买不起的嘛 对吧 是另外一种生活 但你只要有孩子呢 你基本上是不太好搬家了 因为搬家一次 对小孩子心理伤害 是非常大的 它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是吗 真的 我们家孩子就很明显 搬家对孩子心理伤害 原来以为是两岁之前的小孩 可能没什么记忆 也不懂得什么友谊跟熟人 完全不是 我搬了一次家 对我女儿伤害特别大 她就老想回去那个旧的地方 就是已经搬了 已经有一年多了 成天都念到要回去 伤害很大 就不敢自己一个人睡觉了 现在 然后我就想说的 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 你的收入的三分之一 可以拿来用 或者说你干脆就 就是说超出了 你这个三分之一了 你也就甭想了 那么你还没孩子的时候 你就尽情照吧 你想租你想干嘛 就租吧 就搬呗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体验不同的生活 租房跟买房 还有一个很重要 对你这人生来讲 我们上次讲一个 结婚一个是交朋友 其实很现实的来讲 当你买房的时候 你要考虑它的很多缺点 你要把这个房子的 各种各样的缺点 尤其是二手的房的时候 漏不漏水 进不进雨 增值的情况怎么样 就是你要很现实的 考虑很多缺点 当你租房的时候 你看的就是优点 你就先看它的景漂亮 装修好 我们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有些事情你要它可靠 你就是看最坏是怎么样 绳子 那个按杨将的说法 绳子就是看它 最不牢靠的是哪一段 就是那否则的话 有那段戏的那个绳子 我不能要 对不对 这是买房 租房呢 这是人生的态度 真的是比较浪漫 比较现实 我完全同意 这个就像 相当于 因为我生活比较特别 我一年大部分时间 是住酒店 是住不同的酒店 情人酒店 也可以 但是问题是住酒店的人 比如说我今天去一个酒店住 我不会考虑这个地方 这房子结不结实 漏不漏水 这附近学区怎么样 你不会考虑这些 我考虑的是什么 这个酒店舒不舒服 漂不漂亮 磨不磨灯 交通方面 你考虑是这些事 所以当如果我们把租房 理解为一种 比较长期的住酒店 那你的想象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人生 它不是匆匆过客 匆匆租客 是吧 而且我觉得我是最贪的 你们说的我都想要 就是你比如说 闻到这个 我跟他一样 我曾经说 就是四海为家 今天晚上 我住在哪个酒店 这个酒店房间 也是我的家 甚至我还带着香 我还要把它布置布置 这就是今天晚上 我的家呀 在漫长的人生之旅当中 可能这是最后一晚了 对吧 而且再也不会回来了 对吧 所以我有这个观点 看到有不顺眼的东西 这一晚就很难过 对呀 对呀 就我今天晚上 不管是住在谁家 不是 都是我的家 对呀 就是都要好 不管是谁的床 也都是我的床 没错 没错 这好 对对对 我在徐老师那床上 都借住过呢 你忘了吗 在香港 吓一跳了 对对对 就是都是我的 他不在的时候 不管是谁的床 因为我总不记得 不管是谁 也都是我的人 因为太 因为徐老师 可能是不是招待人太多了 然后呢 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又觉得啊 我有诗 有远方的时候 我又想到 我在香港有个房 我觉得 那个感觉啊 真的就像是远航的轮船 它有毛 就像是这个 是吧 就是怎么着呢 又大树千尺 它有了根 在家中有人念着你 是吧 对对对 横蝉 有个横蝉 不是 而且 不是说仁义的喜欢山 聪明的喜欢水 人者越山 智者越水 其实呢 你刚才讲的 这个两者都要 就是等于你要个房子 背山面水 山是稳定 对 水是变化 基本上是祖坟的标准 不 我就 背山面水 我知道 左青龙有白虎 对吧 那山大虎 我觉得很山大虎 为什么祖坟在那 那儿就不动了 不只要买房 还得先买好个鹰宅 不动 但是前面水在动 这个很重要 要不然你对这个山洞 你住在一个 做山雕了 不动产 我跟你说 正是因为人生的多变 所以我们才老是希望 不动的 有不动的东西 似乎心里有个安稳 那个 那个玛丽莲梦露 有一些那个明年 我都希望真是他说的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他说 你可以拥有一切 但不能同时拥有 你拥有自由的时候 你可能就 你没房 你没产 对吧 你有产的时候 你为他所累 但你心安 就真的你可以拥有一切 但是不同的世界 我问一下 钱宗书提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 假如现在有一盘水果 你很喜欢吃的 没有人跟你想 跟你抢 你是挑大的 还是挑小的 开始吃 假定大的是好吃的 小的相对差一点 我跟你说 我四十岁之前 先挑小的 先挑烂的吃 最后吃好的 但是我四十岁之后 一直到现在 一拿就拿最好的 有花堪折 直虚折 对 先吃的 先吃的最好再说 这就是租房跟买房的 对 因为为什么呢 就我总觉得 年轻人 存那么多钱去买房 你其实是在赌博 牺牲了青春 而且赌博 你在赌的是什么 你赌的就是 我现在牺牲这么多年 将来那个回报会很好 但是我常常觉得 全世界的房市 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 很稳定的一个市场 就太多的风险 太多的变数 尤其今天中国房间 涨得这么厉害的情况底下 它是不是会永远这样子 这是一个问题 什么东西的成本 能比青春更贵呢 对啊 你比如说我那么年轻的人 然后我天天看 在办公室里面 为了我那个未来五年 或许会有的房子 然后今天看到老板 哎呦老板 我给你擦擦鞋 老板您屁股脏吗 我干嘛过这样的人生呢 所以你看 这个佛教里有一个词啊 就是形容咱们这个世界的 这个众生啊 翻译成中文 叫这个叫什么呢 堪忍呢 我有时候经常觉得 就说人 特别是中国人 我们能忍受的这个居住环境 能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看当年上海的那叫什么呢 那叫亭子间 亭子间 亭子间 香港的这个汤房 还有这个北京也有啊 你知道就是 大道湾 就是鲁迅 鲁迅跟周作人闹翻的那个 那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 就很大的 很不错的 我们跑去那里看 打满了避震棚 打满了小房间 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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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然后那个带我去的 那个鲁迅鲁博的一个副馆长 所以我问他 我说住了多少人家 他说属电表 我们出来以后一看 39个电表 39个 然后一绑爷出来 你们来收房子的吗 看中了没有 以为我们 真是大家感情不一样 房子本来要卖给台湾人了 要造了 住着一个周作人的老保姆 周作人的老保姆还住在那里 写信给政协 说这个是应该是保留的 鲁迅跟周作人的故居 绑爷有绑爷的利益 对不对 他觉得我们在这里住了多少年 你们赶快拆了 给我们安置信号 好不容易判到拆迁了 可是从文化人的角度来讲 你要把鲁迅周作人 这个八道湾的旧局拆掉 那又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这个39个火表 其实 没有 其实我就说 其实还是在考虑 就是我们这副皮囊 其实你要多大的空间来去安放 你刚刚说的堪忍 能忍到什么程度 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台湾 我故意去住了一个胶囊酒店 日本的胶囊 对 它那个其实弄得很现代的 因为我去看下 我觉得它倒是让我思考 其实我也不需要太多的东西 就一个床 你进去 而且 但它那个装修是很 就很简约 很现代 美丽的棺材 你就有个地方旁边 可以插手机 插什么那些 其实你也不要太多 但就是去洗澡比较麻烦 这个东西我就发现 就你刚才说的那种邻里关系 你觉得是那种 好像大家一个community 一个社区 我是经历过的 就我小时候就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们没有像你说的三双床 但是大家在那里面 都没有隐私 也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小 是够住的 但是就说 你没有什么隐私的 没有什么人是厨位独用的 我可以说那里有很好的回忆 那时候大家去乘凉这样的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真的你没有隐私的生活 就是很烦的 邻里之间吵架的这种太多了 就相互探听一下 其实都没有那么玫瑰色彩 我当年刚分配到广东电台的时候 一个月工资99块钱 那么那个时候 当然是单位里的 分配给你的单身宿舍 我们那叫单身宿舍 他不是租 那单身宿舍啊 我第一次住的是个地下室 那白天都不是 然后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用的都是那个地板格 连地板 因为你租的房子就不会好好弄它 最便宜的那种地板格 礁的那个地板格 广州那个夏天又热又潮 你知道我们那儿有的 这个陕 有个陕西的同事啊 他有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脚臭 不太爱洗脚 老到我那儿串门 有一次呢 到现在还熏香 聊完间 人走了 然后我怎么屋里这么臭呢 这么臭呢 鱼香人在 鱼香鸟鸟 最后我发现呢 我侧着看 我侧着看 那个灯光啊 映出来啊 我说真是这个印记晚在啊 它那个脚印啊 印在那个地板格上 因为有段潮 然后我就凑过去 哇 这就是臭源 那就是 莫名气 当时每家到 你看这种到最后都会经常能 到矛盾 就是所有人的女朋友都在打架 为什么呢 也当然这也有点这个男的女背了 就常常女朋友做饭 对吧 就是都在摆在楼道 都摆在楼道 你像文道说的 那当然很亲切 你拿我个酱油瓶子 我拿你个醋 但是呢 可能有一天就是 你干嘛拿我酱油瓶子 不还我 就打起来了 你们现在我们开成 一口四天会了 那你就堪忍嘛 可是我觉得这里面 还有个情况就是对于 今天我们对于租房的 某种的不快 尤其在大陆上 这么多年轻人 想想自己租房挺可怜的 除了说租房条件不好 然后开探自己 住不定下来之外 更重要就是嫌弃 居无定所 对 居无定所 居无定所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觉得房子不是你的 可是这是一个很奇特的问题 在我看来 我觉得是 中国人应该很根深 蒂固的想法 要想要自己的房子 对 因为你在欧洲的话 比如说像在瑞士 像在德国 大半人都租房 而且他不是居无定所 他就常租 租了三十年 他还常住呢 你不要说瑞士 瑞士但是他的买房政策 是很特别的 你知道吗 他真的很让人 就是受不了 他买房啊 你是不用还本金的 只要给银行还利息 就可以了 因为他们的银行里面 汇集了全世界 什么人都往那里放钱 你知道吗 他不需要你给他还那个本金 像德国把房价一直严格控制 所以你买房你没得增值的 今天中国香港的房子 为什么那么多人买不断的 因为它是一个投资 所以你说什么中介 你现在就是说 这辈子唯一没骗过你的人 就是房产中介 让当年让你买都没买 财务自由了 我们那些朋友 要一苦思甜 要感慨今天的生活好的 多数人会选择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小时候用多少厕所 你现在有多少厕所 你明白吗 你小时候我们一算 你在最困难的时候 可能三四家人家再用一个 人口加上去二十个人 那你用一个洗手间 就是二十分之一 这已经算好了 你有抽水马桶 那有的是用那种木的马桶 你知道在上 那么高级 那么高级 你去道道看 你去道道看 那现在有的人 有几处房子 每一处有三个洗手间 加起来 它可能有十个 十二个洗手间 那过去二十分之一 增加一百倍 香港是算你有几面下床 就是说你这个床 是三面下床 还是两面下床 还是你只有那个一面下床 来衡量你居住空间大不大 三面是很奢侈 我跟你说 你四面吧 我觉得香港 我觉得香港人 就一直没脱平过 从居住面积一个角度 香港人某种程度上 个个都是千万富翁 但是你的那个房子 就透着一股穷酸气 为什么呢 我去香港看过它那个豪宅 什么顶级豪宅 几千尺的豪宅 你一看吧 它也是给穷人住的 这个几千尺 几百平方米的孩子 分不能分二十个房子 就像你说的 每个房子都有个洗手间 恨不得十几个洗手间 它就是为了这家人 一人住这么一点点 它洗手间多 就是为了人可以多住在一起 我就比较过 你在伦敦 就是最近烧大火 那个切尔喜那个区 香港这边一套房子 很贵的 但是在那边一样能够买到 比香港大得多的房子 可是我想说伦敦这个大火世界 恰好就看到 就全世界这种房价高的城市的悲哀 你们说伦敦大火 这个楼里面 全都是一个连租房 里面全是租客 而那是一个伦敦最高级的住宅区基 对不对 Chelsea 然后那个地方都是好房子 然后你就只有这么一座楼 是一个连租房 然后那就是一些 在别的地方混不下去 然后也还有一些 包括叙利亚的难民 才去住那 然后住在那 就维修也不好好给你维修 就给你省钱 就搞成这样 就我觉得 所谓的租房的悲哀 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 就是当你这个城市 你要靠房产 变成一种投资项目的时候 像伦敦香港纽约这种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 租房就会变得很悲哀 对啊 你现在就是 我是觉得 就是说这个房价涨的这个情况 租金也在越来越贵 你也越来越租不起 那相比之下 在这个北上广 你现在对年轻人来说 有一套房子 那简直是难以 难以想象的财富 现在甭聊什么 该不该买房了 你知道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你看像你们说的 很多外国人 他们都是租房子的生活方式 包括咱们那个小松兄 高小松 什么诗和远方 是吧 别样的 高小松一见过就是说 你活得这么苦 就是因为老要买那个大房子 买完那房子干嘛 什么诗和远方 可后来我琢磨琢磨 那也就是高小松吧 就是说要换了我 我觉得我是特典型的中国人 为什么我们老是梦想 要拥有一套房子 为什么我老 我有过多年租房的经验 可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就是 甭下我先有个房子 我再诗和远方吧 我的感觉是 我有了房子 也不耽误我的诗和远方